大家好,我是令心仔積層,好高興見到大家 上星期發佈了紋石最新的彩機 Tech MinuteC的開箱評測影片,大家看了沒有? 未看的記得稍後去看 了解一下現時最新的彩色閱讀器是怎樣的表現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開始今集E-ink Weekly之前,先買賣自家的廣告 若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精算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 歡迎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YouTube的Superfan那裏贊助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 好,現在由我去帶大家回顧過去兩週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去片 第一則是E-ink新品的介紹 繼六月的page和Tech MinuteC之後 在七月十一日,文社突如期內又發佈了一款新產品 亦都是他們全新的嘗試,Book Palmer 它看上去就好像一部智能手機 但其實是一部手機大小的閱讀器 先介紹一下它的基本硬件規格 Book Palmer採用了6.13吋的黑白E-ink卡塔1200屏幕 解像度是824x16848,300ppi 清晰的顯示帶來良好和舒適的閱讀體驗 而一手可握的大小 亦都讓到用戶可以輕鬆地放入口袋或者包包入面 隨時隨地可以享受閱讀的樂趣 這一部Pharma最大的賣點就是配備 民設TAP系列的獨顯晶片 擁有Book Super Refresh技術 讓到裝置能夠和一般手機平板一樣 順暢擦身和滑動 再加上配備高通白核處理器 估計是高通662以及6GB RAM 效能亦都有所保證 而128GB ROM和支持插TF卡 亦都保證內存夠用 另外裝置運行Android 11的開放式系統 內置Google Play 3950毫安的大電池 亦都保證了日常長期使用的續航力 而重量卻能夠仍然保持在輕巧的170克 Book Palmer 另一個賣點就是擁有一個可以自定義的質案件 讓你可以根據自己的使用習慣去進行個性化的設置 更加方便快捷 此外它還配備雙密合封和揚聲器 可以進行語音通話和社交應用 亦都能夠播放有聲書和聆聽音樂 背後就有一伙1600萬像素的鏡頭 和LED的閃光燈 用戶可以用來拍照和素描文件 Book Palmer的設計理念是為了讓你 能夠擁有一個專屬於自己的閱讀空間 遠離數字干擾、專注閱讀 享受閱讀的樂趣 無請注意它不是一部手機 它不能夠插入實體的SIM卡 亦都不支援是eSIM的 這款新品作為文社探索新尺寸的嘗試 今回的預售它們是標示為Early Adopted Edition 官方表示首批的用戶 在未來可以優先試用各項的新功能 以及可以獲得一個免費的TPU保護套 有黑色和橡牙色兩種顏色 隨機發送 這一款新品在發布的那一天 就只是在Book的國際官網那裏限量發售 預售優惠價是249.99美元 它們預計是8月發貨 順帶一提 在第二天 這一款新品就已經全部首興了 作為文社的愛好者 亦都是它的長期用戶 就著這一款新品 看到它的硬件配置 我其實大約都能夠估算到 它的效能表現大約去到甚麼的地步 反而我好奇的是 文石會不會為這一款手機大小的裝置 有專屬的更加符合手機操作的介面和功能的設計 有的話又會帶來一個怎樣的效果呢 我就訂購了一部了 期待文石真是順利能夠8月發貨 我到手之後會再為大家開箱評測 敬請期待 第二次繼續是Eink新品的介紹 好奇科技MeBook在今年的第一季 推出了6吋的M6之後 隔了幾個月 它們又有新品推出了 這次亦都是它們首次推出 是有實體件的款式M7 無請注意 雖然這個型號叫做M7 但其實它不是7吋大小的 而是6.8吋 兼且是採用了最新的EinkCarter1200的屏幕 單從規格看 其實這一部M7和M6是相當接近的 不支援手寫 處理器同樣用瑞芯微RK3566 同樣3GB RAM、32GB ROM 同樣支援最高1TB的卡 差異處就是屏幕由6吋 擴大到6.8吋 新增了兩輛實體劍和揚升器 藍藍也由4.2升級為5.0 電池也由2200毫安增大到2900毫安 都是因為是這樣 重量也由190克增大到235克 厚度也由7.1mm增厚到7.5mm 值得一提的是 但是Mibook這次為M7配備了一個是護水錄的原裝可摺疊成支架的保護套 不是磁吸式 是套背蓋的 乘計幫月而起的Mibook也延續了它們性價比的路線 這一部硬件規格相當不錯的新品 7月7日開始預售 定價是949人民幣 預售的時候會有50至200人民幣的折扣 順帶一提 這一部M7也順利在7月的下場發貨給訂購者 所以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星期 其實在網上也有不少用戶開箱分為M7 大多數對這一部屏幕的效果是表示讚賞的 今年Mibook就繼續發展 開始就陸續推出和博月Likebook原本產品線不同的新品 首櫃推出6吋的M6 以足夠便宜的加價配上3GB RAM 加上有一個正面撞黑色的藍色 也都相當具顏值 所以反應也很不錯 可惜首批M6在那個造工上有些瑕疵 所以有不少用戶很快就要陸續去送收替換 上限的系到第二季 這一方面的問題已經少了很多 而這一款M7對Mibook來說 其實會是一份更加具難度的考卷 一來是因為他們首次開模生產的模具 在造工上的要求就會更加高 亦都代表更加容易出錯 而配備實體件在那個系統軟件上面 亦都需要有相應的調教和配套 文石由Nova Air系列開始 是陸陸續續出出藥乾版本之後 才找到一個適用的設置配套 少了問題出現 所以希望Mibook今次能夠交出 讓到用戶滿意的成績單 讓到追求性價比的人有多一個選擇 單看這一部M7的資料 唯一遺憾的是它真是明明太重了 同樣的重量是可以換來7.8吋的閱讀器 例如文石的Nova Air 2 第三則同樣是E-Ink新品的介紹 但不是閱讀器了 還記不記得在三個月之前 我為大家報道過E-Ink客製化日報頭版 Heist Paper 透過CheckGPT每日會自動更新內容 想不到現在真是有類似的產品變勢和商品化 是名為Project E-Ink的32吋新聞E-Ink顯示器 可以讓你在家中輕鬆欣賞報紙頭版 不過要注意的是它比Heist Paper的屏幕大很多 也沒有連結CheckGPT的 這一款E-Ink新聞顯示器 是一款32吋的大型數位顯示器 採用E-Ink技術,不支援觸控操作的 充一次電可以用幾個星期 可以顯示報紙頭版等等的動態內容 而不會分散你的注意力 這一款產品是由不鏽鋼和玻璃面板製成 外觀都相當時尚 適合放在客廳或者辦公室等等的場所 這一款顯示器配備了Wi-Fi和基於雲端的 內容管理系統 可以輕鬆加載網頁顯示報紙頭版 內容管理系統還可以讓你去配置屏幕的刷新率 例如設定不會一朝早刷新一次 不過創作者Alisander就強調Project E-Ink 是不遞屬於任何報紙的 它只是一個可以載入報紙封面網址的顯示器 所以鼓勵大家去自行訂閱喜歡的報紙 支持優質新聞那樣說 它的重量是8公斤 它具有方便的VESA安裝支架 可以輕鬆將它掛在牆上 並且與現有的裝飾完美融合 此外它還配備個人線上門戶 讓你可以輕鬆設置和更改屏幕的內容 它不單止可以顯示報紙頭版 它還可以顯示其他動態的內容 例如天氣預報、股票報價等等 此外它還可以作為一個獨特的藝術品去展示 讓你的家居更加時尚更加個性化 所以這一款Project E-Ink 不單止是讓你每日可以看到最新的報紙頭版 它更加是一個在家居展示 每日變化的藝術品 不計銷售稅定價是2300歐元 我想說如果真的能夠在家裡掛上這個Project E-Ink的話 真是不得了,真是好像藝術品一樣 我覺得是很棒很棒 不過這個價錢差不多 已經可以買到一部Sony高階的75吋 mini LED的電視了已經 你會怎樣選擇 第四側是有趣E-Ink新品的介紹 Immisible Computer 是一家新興的德國科技初創公司 它們剛剛推出了它們的首款產品 Immisible Calendar 這個是一款可以掛牆或者是支架放在桌上的電子墨水顯示器 可以能夠同步顯示Google Calendar的資訊 這一款E-Paper Smart Display的設計簡潔而實用 配備了一個7.5吋的E-Ink顯示器 含寬框大約是8吋×5.5吋 解像度是800×480 不單止能夠讓到用戶 在不開啟電腦或者滑動手機的情況下 就能夠一攬一周的行程 提供你所需的資訊 此外這個手工完成的木框架 無論是關於牆上還是擺在桌上 都能夠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 用戶可以透過專屬的手機APP 來設定這個E-Paper Smart Display 連接到Google帳戶 並且選擇要顯示的日曆 每當有行程變動的時候 它就會進行更新 你也可以單純拿它來展示喜歡的圖像 Immisible Calendar的價格是149美元 官方表示由於這個新品需求甚因 顧一下付費訂購之後 兩個星期後才會發貨 這一款Immisible Calendar的外表 就是一個木製的上框 用的也不是新的E-In電子紙 如果解像度能夠高一點就好了 顯示的畫像也能夠厲害一點 所以關鍵處就是在於軟件的整合 在那個同步、在那個設定配合上 不知道便不便利、好不好用呢 難得地它們的價格又不是這麼驚人這麼貴 算是一個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不知道它對你有沒有吸引力呢 好,今集E-Ink Weekly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賺好我這一段影片 才能夠讓更加多人可以有機會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k新聞就相對沒有這麼講究的時效性 如果你還沒看上幾集的 有空可以補看,殺殺時間 例如上一集就說到Cobo和Pocket的分手風波 還有Kindle正式退出中國市場一試 如果你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 記得順道就分享給你的好朋友看 另外,我有一個歐卡牙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 大約會有兩小時的教學影片 以及有雜誌材料的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能夠取得觀看權限和我的批改 另外,若果你或者你的親友人在英國 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或者是相關的配件的話 不妨來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掛一掛 所有有關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的 感謝你的觀看,今集的內容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積塵,下期E-ing Weekly見,拜拜!